我穿越过来时 故事已经接近尾声 男女逐喜结连礼 共享大好河山 大反派武功尽费 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时 用草席一果 丢进了乱葬岗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遇见他的 彼时我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就听见草垛里传来一声轻微的响声 掀开草席一看 却是个浑身是血的男人 这男人生得极好看 见他还有气息 我好心救下了他 可我忽略了一点 我不过是个刚从死人堆里还魂的无名小卒 兜里一分钱没有 一分钱难倒英雄 何况我只是个普通人 费了老半天力气 才把他从乱葬岗里拖出来 日落十分也没能下山 虽然山里还有几户人家 可人家一见我一个女子 和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 生怕是犯了是逃出来的 也不敢收留 百般无奈下 只好找了个空旷的地方歇歇脚 夜幕僵致 山上的温度陡然下降 但我不会生火 身边的男人奄奄一息 肚子里空空如也 真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我望着男人 这比乱葬岗好 至少我环顾四周 光秃秃的山上遍地滚石 只有石缝里顽强地 冒出一两朵小花 至少这本山清水秀的 男人眉头未不可寻地动了动 我愣住 以为他要醒了 结果他又不动了 空欢洗衣场 天还没黑泉 我真的要下山了 我叫方忘书 看着他再次沉默 原来想救人 又救不了的心情是这样的 不禁想起了我缠绵病榻的几年 我去山下碰碰运气 希望你能撑住 这话和空话一样 不过是用来安慰我自己的良心 这年头没钱 谁会平白无故地帮助你 但或许是这小子命不该绝 没走多久 我竟碰见了个外出采药的和尚 小师傅带我们去了寺庙 他躺了三天才醒 吴乐大师说他伤得很重 就是救活了也不过数载的命 活一时是一时 总好过凄惨地死在那 谢谢大师 我双手合十 吴乐大师捋着胡子长叹 依着人心 他实在惋惜 送走了大师 拿着药碗一回头 见他睁个眼睛看我 那双魅惑众生的眼里死气沉沉 好像一潭落满枯枝烂叶的死水 你都听到了 安慰的话还没说出口 他一句话直接堵死 为何救我 他的声音嘶哑地 像生满了绣的铁盒被强行掰开 低沉的语气 没有一点对活下来的欣喜 反而是怨愤 这态度不对啊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难道要说是见色起义 谁派你来的 怎么 还没羞辱够 他眼神凶狠地让人害怕 额头倾机因愤怒突起 双手紧握成拳 一副随时跳起来和人拼命的架势 我怀疑他有被害望响证 你在说什么呀 我看你还有气就顺手救了你 别激动了 这里没人想害你 他拧着眉头不说话 警惕地看我 一脸不信 我没当回是坐下为他喝药 不料他突然抱起 红着眼更加激动地咆哮 谁要你顺手救的 我本该死在那 你竟然把我救活了 你竟没让我死在那 我吓了一跳 差点失手打翻药碗 尖叫着从椅子上跳开 惊魂未定地盯着他 这什么疯子啊 你爱活不活 我气得把碗狠狠地磕在桌上 转身往外走 好心救个人 结果莫名其妙地被凶了一顿 我怕是犯了太岁 这么倒霉 屋里传出男人 阵阵凄厉的嘶吼声 我又气又怕 蹲在门外台阶上不敢进去 等了好久里面才平静下来 犹豫再三 拿了根棍子藏在衣袖里 才贴着门 小心翼翼地往里走 屋里的男人发泄后 也冷静下来 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失神的目光看着仗顶 听到动静后转过来 看我的目光虽警惕 但没了敌意 我撞着胆子往前走 药还是温的 喝了吧 他没在抗拒 我端着药碗 走到床边的椅子坐下 一点点得把黑褐色的 要送进他嘴里 男人一直盯着我 因侧侧的目光盯得我背脊发凉 他脸上比身上好很多 只有一些红肿的伤 但脖子以下就不能看了 各种不知什么东西 打出来的伤密密麻麻 心就伤纵横交错地 布满了全身 记得当日给他换衣服 清洗伤口的几个师傅 从屋里出来 使脸都下白了 要晚见底 我收拾着问他 我叫方旺叔 你叫什么 他许久不开口 只是怀疑地看我 似乎在斟酌能不能讲 久到我以为他不肯说 刚转身离开 身后突然传来嘶哑的声音 鸡横横 如当头一棒 手中的碗音声而落 藏在袖子里的棍子 也险些掉落 什么 万万没想到 我以为我穿越到了古代 没想到是穿越到了梳里 更没想到一时新起旧的人 是梳里落魄的封批大反派 也没什么其他感觉 就是觉得有点命不久矣 这本书是我生病的时候看的 一本逻辑混乱又臭又长的权谋文 连名字都记不住 单单只对这个大反派 击横印象深刻 因为他真是又惨又坏 一出生没了娘不说 因为生母卑微自己也不得重视 既参保一顿地长到七八岁 便被送去了敌国当质子 成为人人可欺的阶下囚 又因为长得好看 被敌国皇帝看中给收了后宫 而老皇帝又色又变态 在他身上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这导致了他长大后的性格扭曲 阴暗 嗜血成性 最爱干的是就是屠城 所以保护过他的女主 就像他一案人生里的一道光 为了这道光 伤天害理的是他干了个便 书里的结局也算解气 反派兵败落到男主手里 男主也是狠人 费了姬衡武功后 直接把人送回了他从小受辱的敌国 还是秦楼楚管这种肮脏地方 国仇家恨的加持下 姬衡被虐得不轻 杀人诛心 莫过于此 所以现在故事发展到哪了 看姬衡这么惨 应该是要大结局了吧 他刚刚发疯的原因 一下就明了 我救下他 对他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好事 可怜是可怜 但不能抹杀了他的恶 我得离他远点 你知道我 姬衡眼里暗流涌动 不知道在谋算什么 但由于他心眼识坏 人又善变多疑 我觉得八成还是以为 我是谁派来的奸细 想弄死我 你想多了 他显然不信 抿着唇等我下文 今天没个正当理由 等他好了 估计想方设法的 也得弄死我这个隐患 姬是国姓 惯以此姓的 不是王公就是贵族 你不是普通人 他眼里的戒备稍稍放下 但仍是怀疑 眼下你这么残想来是犯了事 我不管你是谁 更没兴趣知道 就你纯粹是意外 不求你回报 只希望你伤好了后 我们一拍两散 别把我卷进麻烦里 他微微地支起脖子 又开始打量我 从头到脚 许久 才体力不支地倒下 轻轻地松了口气 似乎是信了 方才 多有不敬 望姑娘 咳 海涵 他伤得很重 说起话来断断续续 仿佛下一口气就要提不上来 谢者姑娘 救命之恩 这话听着情真意切 就不知道人是不是心口如一 举手之劳罢了 他没再说话 闭着眼睛鼻腔里 喘着沉重的粗气 我慌忙捡起碎碗 心跳如雷地跑出去 殊不知一转身 一双眼睛默然睁开 死死地盯住我的背影 日子平平淡淡地过着 在我逐渐适应了 这里环境的期间 击横也在慢慢地好转 可惜身病好意心病难治 在处风管的这段经历 给他本就扭曲 阴暗的心里来了致命一击 他的精神状况时好时坏 经常在半夜 他屋里会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绕着在医院常住的我 都吓了一跳 可我不敢去 每晚缩在小屋里心惊露跳地听着 心里泛起同情 但自认为没什么过人之处 不能成为拉人走出黑暗的光 也自私地只想独善其身 倒是无了大师 每晚每晚 不厌其烦地往这儿跑 耐心地安抚他 给他讲诵经文 传播人生道义 妄途感化他 果然是大慈大悲 这是个小寺庙 僧人不多 香火不忘 大家各司其职 照顾击横的是自然落在我身上 说实话 很折磨 他发起疯来很可怕 满地狼藉 昏暗的屋里 只见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空中某一处 他长得极好看 尤其一双眼睛 狐狸一般极为勾人 上翘的眼尾藏着数不清的柔媚 可再怎么好看的皮囊 也经不起他这么糟蹋呀 这休养的一个月里 他胡子拉叉不说 整天不洗澡 不换衣 蓬头垢面 如野人一般 空气中浑浊的气味 让我忍不住皱眉 喝药了 急匆匆地放下碗 再也忍不住两步并一步地跑去窗边 拉帘子 开窗户 一气呵成 阳光和微风适时到来 来不及感慨 听见床上传来一声轻贺 关上 击横似乎是未光 脸色苍白地捂着眼睛 后曹牙咬得咯咯作响 没听到我的动静 他恼火地放下手 气急败坏却力不从心 滴滴地又怒喝了一句 关上 我迟疑了一下 撞着胆子没关 耐着性子哄他 屋里的空气不流通 对你的并不好 我们就开一小话 他有言不敬我是想得到的 可他丢枕头过来 砸我是没想到的 但他并没好 枕头丢不远 见没丢到我 竟然恼羞成怒地 从床上冲过来 目自欲裂地抓住我的胳膊咆哮 我说关上就关上 仿佛是一匹失控的野兽 我被猛地甩到地上 大叫着倒在碎瓦片上 鲜血流了一地 接着窗户又被关紧 他重新缩回床上 用被子从头到脚包裹住自己 开着胳膊上被划开的伤痕 我头脑发猛 随即一股怒火直冲天灵带 我受够了 他再不好我就要疯了 老娘不干了 怒火烧猛的脑子 让我直接冲过去 一把拽下他的被子丢到地上 你的痛苦又不是我造成的 我也不能感同身受 这一个月离你发疯 我念及你是病人情绪不好 都忍耐着照顾你 可这不是我成为你受气包的理由 没人有义务照顾你 我没有 无了大师更没有 发泄一通后 我后之后绝不应该对他这样 几横不说话 只拿冲雪的眼睛看我 半天用着自嘲又轻蔑的语气说道 没人求着你们照顾 我说过不用管我生死 是你们一个个自以为能普渡众生 哈哈 谁要你们普渡 都不过是假惺惺的好人 谁又知道你们背地里算计什么 我死不死的 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我发不发疯 和你们又有什么关系 一个个自诩不凡 要拉我出炼狱 谁要你们多管闲事 我应该直接揍他的 我走过去 低下头 帮帮地给了他两拳 揪住他的衣领 你失心疯吗 以前是吃多了 就不知道什么是香的 你现在这鬼样子 我能算计你什么 是钱呢还是人呢 算计给你当老妈子吗 你骂我 我无所谓 我本来就没存多少好心 可无了大师不一样 他是一心一意地想救你 我不允许你诋毁他 对 是我手剑了把你就活了 我道歉 我也遭报应了 你折磨我 是我活该 我没话讲 你想死就死吧 我不拦着 前提是别死在这 你只要能走出去 爱死在哪就死在哪 我管不着 我的动作牵扯到了手臂的伤口 疼得我呲牙咧嘴 鲜血顺着手臂往下滴落在床榻上 不想搭理疯子 我坐下处理伤口 心里越想越委屈 扭头瞪他 可见他一身喂好的伤和憔悴的模样 想到他的遭遇 又觉得无奈 鸡痕好像被打醒了 眼睛渐渐地有了焦距 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的伤口 疼痛让崩溃的意识逐渐回笼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 逼迫自己冷静 抑郁症患者发起病来 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 我和他置气只能让事态更严重 更不受控制 见他似乎清醒了 我楼下嗓音寻寻劝导 人死了就什么也没了 有能活下去的机会多不容易啊 这机会是无了大师给你争来的 反正你再好也活不了几年了 早死完死不如享受一遍人生再死 你以为死了就一了百了吗 你想想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 他们不难受吗 你舍得吗 而且你前半生混成这个样子 你甘心啊 你才多大呀 人生还长着 讲了一大段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进去 姬衡看着我不说话 脸色阴沉 眼中各种情绪翻涌 半天 红椎眼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 不甘心 他好像会错了我的意 不知道我这算不算给男女主天了麻烦 或许是我的话起了作用 自那天起姬衡没再发疯 并且十分配合无了大师的治疗 他不仅洗了澡 还刮了胡子 摇身一变又成了霍国殃宁的美郎君 可他这么大个人 却不会收拾屋子 我把扫把和抹布丢给他 他却双手一摊 笑容礼貌又和蔼 不会 话却是冷漠又无情 他用一双勾人的眼睛勾我 别指望我 不可能 我吞吞口水别开眼 笑话 我忙着挣钱哪有时间 我在山下的一个绣坊找了个工作 生病前我学的是服装设计 虽然学艺不精淡也能糊弄口饭吃 最主要的是绣坊老板娘好 带人和善友礼 每日准备的伙食也不错 我在那干了两天 除了不包住宿 倒是个好去处 你便也差不多好了 不需要人照顾了 这里毕竟是寺庙 我一个女孩子也不方便 我话还没说完 鸡横嘴角装模作样的笑容突然僵住 眼神一寸寸的发冷 瞧这样子 大概是不开心 难道我这一个多月里 给他当牛做马他习惯了 舍不得我这个免费劳动力离开 我找了个工作 如意绣坊知道吧 你以后有什么难处我可以帮忙 可以去那找我 本不想告诉他我去哪 但看他现在这么可怜 嗯 告诉一下也应该没事吧 他还是不说话 漠黑的眼珠子一动不动 眼底蒙上一层落寞 空气中有那么一丝尴尬 何时离开 我还没找到住处 但应该不超半个月会搬出去 嗯 他淡淡地答了一句后抬头看我 狐狸眼四喜飞喜 眉头四处飞簇 苍白的嘴唇欲言又止 妄叔 他头一次这么叫我 语气轻柔浅犬 听了人心愿一马 我心里锦银大作 你很像我一个故人 谈起这个故人 或许他自己都没察觉 从没有真意的眼底满满的 都是对他不加掩饰的思念 他看着我 温柔的目光却像穿透了 我看着另一个人 打住 我知道他说的是女主 我只是方旺叔 我不是他 你要看清楚也记清楚了 我希望我们只是朋友 玩玩泪清的是原本就很荒唐 他正了正明白过来 别嘴一笑 你误会了 我刚松了口气 他冷不丁地又来上一句 他比你好看 我的心蓬蓬直跳 气得又想给他帮帮两拳 见我生气了 他倚着床篮笑得更加明媚 一双狐狸眼弯弯的 一扫往日的灰暗 好像活过来了 整个人洋溢着生机 当然方姑娘的容貌也是极好的 打一巴掌给一枣 这人可真恶趣味 我拳头发痒 你这人为什么偏偏长了个嘴 待不下去了 我郁闷地跑了出去